今天天氣很好 要來爬天母古道 這次的影片呢 我一樣會把我在天母古道上面走過的山路 以及步道 記錄下來給你們 讓也想來爬天母古道的你 可以知道這個山路的難易度 然後再來決定要不要來挑戰哦 最後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幫我訂閱 按讚 跟分享給你每一個愛爬山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把太小 sebel四條放進去 將南四條放進去 渣開 增進來 永久 我刚刚搭508公车来到了明山宫 然后从那个公车站牌走过去 到天母古道大约还需要11分钟的时间 所以现在就慢慢的往天母古道的登山口前进 登山口走进来了 刚刚在路口看到指标 就是走到目的地的文化大学 大概需要90分钟 有2.8公里 然后这个步道呢是被设定为挑战级的步道 单程的话卡路里可以消耗500卡 那我们就往上爬 来消耗今天的卡路里吧 大概走到600公尺的地方呢 就会遇到一个休息的平台 刚刚呢也我在那边休息了一下 然后现在距离我们的终点还有2.2公里 Jak合作 终点核桥桃 Jak合作 终点核桃 Jak合作 终点核桥桃 Jak合作 终点核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过自在坪之后呢 后面的山路大多都是没有隆梯的 就我目前走的这条沙石路都是平缓的路段 而我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只差1.2公里 那我们继续往前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平凡的石头路走到底之后呢 就会遇到这个拖映台 到了这个拖映台呢 会有一个岔路 往前面直走的话呢 是会往胡话大学的方向前进 而这边会有一个往下的阶梯 这是往吹风步道的方向前进 那我们就转一个弯 先到吹风步道那边看看 之后再走回来 那我们就出发 再走回来 再走回来 再走回家 MING PAO TURN MING PAO TURN MING PAO TURN 剛剛走了一整個下坡的泥巴路 終於走到了翠峰瀑布 建議大家如果剛下完大雨之後 如果要從天母土道走吹風瀑布下來的話 記得帶登山葬 我今天就忘記帶了 所以在下坡的時候有幾個地方都差點要滑倒 但是還好沒有滑倒 技術還算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欣賞瀑布拍幾張美照之後呢 等一下就要原路爬回去 好剛剛拍完了瀑布 然後也完了一下水 現在要順著剛剛下來的原路走回去 剛剛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的話應該是充滿泥霖 所以我等一下要專心戴著手套 手腳並用的爬上去 那我們就上面的托印台線出發 從翠峰瀑布爬上來到達印台附近了 現在就繼續往另一邊的路往前走 要往文化大學的方向前進 然後 будут先 copy它 把水潰我們先詰め下一個重量去 把水潰我們先用在一起 跟進去烘火裡 然後呢 本來很輕鬆 我們要不要再揚到沒有 要先替了 那些水潰 终于走到爱富山路的登山口 现在距离文化大学大概知道剩不到400公尺的距离 如果你想要轻松的走天母古道 不要从天母古道的青山步道的登山口进来 因为会爬很多楼梯 我反而会比较建议你从爱富山路的登山口进去 因为大部分都是下坡 那我们现在呢就慢慢的往文化大学方向前进 准备去搭公车要下山啰 需要大素不允止行定 搭桃档的楼梯 为八草家县 ено 楼梯 现在已经回到了市区 在剑坛跟士林捷运站的中间 刚刚在文化大学的公车站牌 有点太紧急了 我人还没有到公车就已经来了 所以只好先上车 来不及拍一些什么样的记录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慢慢的往捷运站出发 结束今天的旅程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 拜拜 这里是演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